孩子们,学习完了今天的惩罚口诀,现在呢,让咱们一块来利用这些口诀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实际问题,来看这样的问题啊,现在呢,我们知道每辆车,每车线坐六个人,对吧,啊,他有问题了,他说,咱们这儿啊,现在有二十二名同学,四辆车能不能够坐得下,四辆车能不能坐得下呢? 那我现在要想的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,对吧,那像这样能不能的问题的话,我首先是不是得判断,他能够提供多少个人的座位,对不对,他能够运输多少个人,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吧,对吧,好,咱们一块来确定一下,每一辆车线坐的是六个人,那么四辆车呢,怎么办? 就应该是什么呀,这儿有六个,这儿也有六个人,这儿也是六个,这儿也是六个,所以呢,如果咱们没有学过乘法计算的话,我就可以用加法,是不是四个六相加,对不对,四个六相加了,可以的,对不对? 同时我也可以算得出答案,等于,六加六十二,十二加六等于十八,十八加六二十,四个人,对吧,那么我们已经学过了乘法,而且都会了,乘法口诀,现在就让咱们用口诀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四个六相加,那我可以写作四乘六,或者是六乘四,对吧,那在咱们口诀里边,小的数是不是应该放在前面,因此就是四和六谁放在前面啊,是不是四放在前面了,对吧,那么四六,这应该是多少呀,我不记得,不记得,没关系,咱们想什么,什么都可以啊,比方说你可以想四五,或者咱们最熟的是不是四四了,对不对? 四四一十六,四五就是二十,四六是不是比二十大四,二十四,这个是不是可以推得出来,对不对? 或者你可以想的是不是六六三十六,那么五六的话就少一个六就是三十了,对吧,那么再往前倒一个地儿,是不是就应该变成了四六比三十再少六就是二十四了,是不是?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,我还可以写作四乘六等于二十四个人,或者六乘四,都是OK的,想的口诀就是四六,二十四了,好了,答一下,哎,不要着急啊,我们现在判断一下,是不是? 它只有二十二个人,这个班上只有二十二名同学,它能提供的是二十四个人的座位,对吧? 所以,因为什么呀?二十四是不是要比二十二大,对吧? 哎,二十二个人小于二十四个人,因此呢,能不能做得下? 答,能做得下,这一道题是不是就搞定了? 很简单吧,是不是? 那接下来看一下,下一个问,啊,是妈妈提问了,妈妈说,她有五张五元钱,那么购买哪一种锅呢? 是新型的这个锅呢,还是圆形的这个锅呢? 五张五元钱,那咱们是不是得先算出来妈妈一共有多少钱啊,对吧? 烈士如果咱们没学过程法的话,那就得五个五项架写成的是这个样子了吧,是不是? 五个五项架有一点长,那答案是可以算得出来,两个五项架是十,再加上五十五,二十,二十五,对不对? 所以是妈妈有二十五元钱,可是太麻烦了,咱们已经学过程法,而且会被口诀,怎么办啊? 直接写五五,对吧? 那么就想了,五五,口诀是什么? 二十五了吧,是不是比它简单得多,对吧? 二十五元钱,因为呢,这个里边啊,只有这一个锅,是不是? 二十三元钱小于二十五元钱,对吧? 那么那个锅咱们买不了了,是不是? 因此妈妈可以买的是什么呀? 二十三元钱的锅,对吧? 也不难,是不是? 而且我们发现,自从背了口诀以后,这样的计算就显得特别方便了吧? 所以口诀可是很有用的,那么简单的来借,简单的来总结一下,咱们这种类型的题目。 像这样类型的题目呢,通常是判断能不能,够不够,是不是? 那么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呢,首先可以做出来,找出来它能,或者是够的这个量是多少。 比方说第一道题,能提供24个人的座位,对不对? 能运输24个人。 第二道题呢,妈妈能提供的是25元钱,是不是? 咱们把这一个量判断出来以后,再给,再和它的条件里边,是不是做一下比较,就可以得出结论了吧? 很简单。 好了,这一道题我就说完了。 电脑前的宝贝吧,你们学会了吗? 我们在一起玩这个处理来的时间,正好吗? 我们在用这个处理来,我们在这儿停的运输了, 在我们的内容同时,我们在用这个处理来发展的量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